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为什么做出这样子的事情 谭有名的王子面 制造王子面的胃王食品企业 竟然从2006年在柬埔寨的投资 犯下了许多违反普世人权价值的行为 当地的那间公司叫博光公司 那它有30%的股份是由胃王 台湾的胃王企业所持有 那它们在2006年的时候 是直接强行挖土机 强使挖土机到当地 一开始的时候是已经影响到 400多户的居民 它们原本都是农民 那它们的农地是强制遭到产品 强制被圈走 强制被征收 那这些农民它们没有农地 你要教它们怎么生活呢 那所以其实到 一直到现在这件事情都还没有解决 那我上个月跟他们谈过 他们到现在的状况还是非常非常的惨 他们像这一位他是当地村民的代表 他讲说他现在是失业 因为他只能种田 他没有田地的话 他真的不知道该怎么生存 他就算想要回到自己的田地 公司的警卫是持枪在威胁他们 所以他不可能回去种田 那怎么办呢 他现在失业 然后他甚至讲说 他连三餐的温饱都有问题 这张图片是当地的居民 他们的饲养的牛汁 被国防公司的警卫 雇佣的警卫用子弹射伤 所以这些小孩其实是必须要留在家里 来看管这些牛汁 因为他们怕他们仅有的这些 他们可以身材的东西 都没有办法继续维持 那甚至联合国在2007年的一份 人权调查报告里面都已经写到说 有居民是因为他出来抗议 然后所以是后来是被谋杀了 这个Camporia是这里 我们的投资是在最西南边 西南边 这个靠近泰国 跟这个 这里是一个 在以前来讲是一个森林区 我们过是没有派人过去 去那边经营过 我们也没有派人去什么 没有 我们唯一的只有是 每两三个月就有一个董事会 所以我们会去那边开董事会 就我所看到的所了解的 我们没有 没有这种 像你们所报导的有这样的事情 你说 他说我们把那个 那个 稻米田产平 我想我们在山上 怎么可能会有稻米田呢 第一个 第二个 他说把牛 射杀 我想我们一个国外公司去泰国 去柬埔寨 去投资 怎么可能会在柬埔寨拿枪射杀呢 这个我想 我很怀疑这个 他们的 他们这个说法 一个事情是我们国家的公务人员出了事情 另外一个是一个跨国的企业出了一个问题 那我们台湾最近常常都在讲说什么台湾之光 那可是没想到我们这礼拜就有给了台湾两光 在我们台湾 一直引以为傲的就是我们台湾的中小企业 然后还有我们的一些企业 可是我们的企业是建筑在节省劳力成本 然后在剥削劳动的方式 然后在台湾本来就是我们常常可以看到五星架也好 然后在台湾我们看到说我们的农地也被征收 那我们台湾当然有一个很有名的另外一个国光石化也是国光 那可是问题是没想到我们在台湾做的这些剥削的事情 竟然也陆续的传到了柬埔寨这样的地方 根据两公约实行法 我们的政府其实是要对这种侵犯人群的事情 要进行调查提出报告的 就是我们台湾经济部管辖下面有一个海外投资审议委员会 做审查的 那投资审议委员会我们在新闻稿里面有提 也有提出来 他有列出有哪一些 如果违反了哪一些事项的话 投资审议委员会是不能准遇他做海外投资的 其中有一项就是违反国际公共 国际条约 还有另外一项破坏国家形象 魏王这种行为不算是破坏国家形象吗 假如有这样的事情我马上 我今天知道以后我马上会去联络 我们问他们有没有这样的事情 假如有我们也会派人去调查 假如有这样的事情 我们会严厉的抗议我们的股东 为什么做出这样子的事情 所以今天这些人民他并不是没有权利 他是有的 只是当地的政府没有尊重这样的一个权利 然后擅自对他进行了法律上的权利的变更 这些财团包括说台湾的魏王 他以为说这个是一个合法的状态 可是事实上他是違法 那个地方当地的农民他们本来就是会有自己的稻田 然后同时会有自己的火源 然后再加上到森林里面去采集 这样子的话他们就能够维持一个 家里一个良好的一个神经 所以其实很多在那个 就是像国际国际特资组织的一个报告里 他们就有提到的东西 他们原来是都怀抱着很大的梦想 他们是可以自己自主 而且他们甚至希望买车 然后把小孩送到城市里面住下的大树 那可是自从这个国防公司来了之后 他们不但土地没有了 而且他们没有办法再继续到原来的地方去采集 也没有办法让他们的牛汁到里面去吃牧草 所以事实上他们是越来越贫穷 所以其实像魏王讲说就是当地没有这个水田 事实上不是事实 然后他说他们的地方原来都是森林 这个也不是事实 那是因为他们不了解当地的农民的这个生存状况 当地的农民生存状本来就是需要 是汉田 对啊 可是事实上那个是他们生存到明天 然后再来是他们也 就是本来就是需要果园 本来就需要森林 那个是他们生存经济的影响 你们没有派人住在大树 没有没有 我们都没有派任何一个人 就是怎么可以 就是怎么会 怎么确信说 没有发生这些事情 还是说你们会为了 澄清自己的公司的声誉 然后会开始组调查队去进行 我们会主动去调查这个 我想最近我们就会去调查 因为我们有一些农业顾问 我们还是会 几个月有一次会去那边帮忙 就是这个种 甘蔗那边因为不太好种 这山坡地这个 雨水又多 根本不可 那个冲刷很厉害 然后这个 土地贫瘠 你知道吗 他们的土地是 PH值在4 怎么不可能种啊 你刚才都种不活 你说这还倒田